怎麼樣?好喝嗎? 完全不知道你會熬糖香味 我真的剛剛學習 你看,我切了手指 是不是流了很多血? 吃飯 別疼我,我有些正經事想… 我有些正… 我真的有些正經事想跟你說 好,這次的案子你想得怎麼樣? 我喝了很多酒,聊到正經的事 我… 正好可以 怎麼樣? 怎麼回事? 剛剛走了 算了,趕緊人 真的有效率 要被他們找到什麼都很麻煩 我再沒有 你肯定? 就算有,我剛才都交了給你 不過幸好孝明他搞了一場大龍鳳 我們才有時間搬走最重要的事 Marco你真聰明 這樣也被你想到 對了,孝明他怎麼樣? 他就慘了 被人問得嘴唇一嘴 又說怕那些ICC連他都拉起來 又不停向我道歉 他說搬走他的文件 他還要我代他向你求情 那總是有人犧牲的 讓他覺得欠了我也好 那你這次算不算?欠了我呢? 我跟你不算這些 你除了是我的好兄弟 還是我的最佳戰友 好 入圍這麼巧 William Hong上了又來 他真的趕不及回來? 我查過 他三個月內都不能回香港 難道這個世界上 除了William Hong 沒有其他選擇? 沒有 可不可以在英國那邊 請一個有名的御用大律師回來打? 他們不太熟悉香港 我怕對我們沒有理 我真的不相信有錢 都在香港找不到有實力的律師 爸爸要找William Hong 是因為他多了解 打習慣這些案子 香港才有一個 現在唯有一張公司 交給超級和湯狀的律師團隊負責 湯狀跟我們馬仕合了這麼多年 以他的經驗 以及他的團隊的實力 應該可以應付得來 好過在外面來找人打亂自己的陣腳 表姐夫說得對 那Chel Sir, 你們有沒有打算用什麼策略? 我之前也說過 找一個人認罪, 兩個人脫身 對馬仕是最好的 ICAC會接受嗎? 現在所有證據都在黎兆恩那裡 就是銀行那邊 要告到入行會地政署那邊 一點也不容易 只要我們專攻文件細節 應該可以把責任推在一個人身上 你叫我怎樣 在他們三兄弟之中 找我出來認罪? 你想去坐牢的話 我們現在馬上去跟女兒說, 走吧 老婆, 你聽我說 誰說要去坐牢? 老公, 你再不行動就讓你自願坐牢 哪裡會有人自願坐牢? 我不會, 大哥二哥也不會 所以你弟弟一定會出手 到時候你就知道後悔了 難道你要我指著阿祖 你去坐牢?這樣嗎? 又是你說的 你二哥是CEO 那當然是他負責任的 我真的開不了口 你是男人 是不是老婆子弟也不管了? 就算我叫他認罪, 他也不會肯 就是這樣 為了你, 為了寶寶 我已經跟大嫂說好了 你大哥也會叫阿祖泳聚 你跟大嫂說好了? 老婆 不過你這樣做, 爸爸會不會不高興? 你是馬家長子 老公一定會親你 為了我和兩個女兒 你一定要做到 那拉仔拉心肝嘛 婆婆一定會支持你的 為了我, 你一定要做到 爸爸, 爸爸 爸爸 既然這樣 就由我一個人出來頂盡 阿祖, 你說真的嗎? 是呀, 你想清楚才好 我想得很清楚 在這次案件上 所有文件都有我的簽名 家具生意 又是由我批給向斯連小三 那幾家公司 派紅酒也是我向黎小一買的 無論如何, 我也想不到關係 更何況, 大哥有兩個女兒 叫唐藥走快做人爸爸 為了他們著想 要由我一個人來承擔 二哥 我和樂儀和寶寶 會記得你對我們好 做 好, 難不再來 其實我也有家庭 為了Sami 我也希望可以給他一點保障 耀祖, 你想要什麼補償 儘管出聲 我希望可以在大哥和耀堂 在馬氏的股份裡面 活出一個百分給我明白 是嗎? 那就很應該 既然大家沒有意見 就這樣決定 蕭姐, 你盡快去找湯狀 研究一下 看看怎麼樣 又要做什麼是這件事 知道, 爹 什麼? 那他的持股量不就變得比我們更多 不僅如此 爸爸還稱讚他 說他會為馬花著想 照顧兄弟 所以在他的名下 另外再付兩百分的馬氏股份給他 而作鼓勵 老公… 你們三兄弟 每人持有七百分的馬氏股份 你現在和大哥各自給一百分 老爺給兩百分 今天總共有十幾百分 你說二哥算不算因和得福? 他怎麼算因和得福? 他根本就是詐癲那福 這次他真是大贏家 大贏還是小輸, 暫時還不知道 因為還沒判罪 如果他是坐半年, 當然他是大贏 萬一要坐三年, 他就輸得很慘 但是拿著這麼多股份 長遠來算, 都是他贏了 老婆, 雖然我現在 是拿著11%馬氏股份那麼多 但是我和他要堂有12% 所以加起來始終比他多 你別這麼擔心 老婆, 你不用擔心 將來寶寶出生, 見不到爸爸 安安了 安安?我告訴你 長長現在才開始 雖然壓了多了4%馬氏股份 但是他在監獄裡過了一段日子 所以我們還要為以後打算 Joe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在這裡看日落 你別說像我一去就不回來 超池會盡力幫我打到罪名最輕 就算真的判罪名成立 最多還是坐兩三年而已 Joe, 其實是不是我害了你? 我只是打算Chloe有了寶寶 他很需要Thomas 我才叫你想想辦法 但是我沒想過你會跑去自然坐牢 別這樣了, 我老婆很心地 更何況我不是白白損失的 因為這樣我多了4%馬氏股份 4%的股份 怎麼能及得到我們一起的時間 那當然了 但是事情始終也有一個解決方法 我站出來頂罪是合情合理 你跟我說的是情 Marco跟我說的是你 Marco跟你說過什麼?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MING PAO CANADA